把火罐是一种民间非常广为流传的养生保健方法,一般来说把它归纳为中医针灸的行列,它主要有着活络筋骨,行气或血等作用,所以十分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很多人都认为把火罐是无所不能的,所以很多人都觉得把火罐也能减肥,把火罐拔出颜色越深就说明身体毒素越多,食气越重,但真的是这样的吗? 把火罐有什么其他的功效吗?现在许多的美容院都开展了把火罐减肥这一个美容疗法,但是这个方法真的对于减肥有效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把火罐本来就只有活络筋骨,行气或血的作用,所以美容院中的把火罐也只是能够让原本宗室的肌肉变得更加简致一点,造成一种减肥了的假象。 所以,要想真正的减肥成功,还是需要在饮食和运动方面多下一点功夫。 既然把火罐不能减肥,那么把火罐能否检验病症呢? 是否把火罐白的颜色越深,就说明身体中的毒素越多呢? 这样的说法也是过于绝对的,不能说颜色越深,毒素就严重。 把火罐所留下的颜色其实与把火罐的力度和火罐在身体上停留的时间有时候很大的关系。 但是不可以否认,把火罐在某种方面,的确对人的身体有好处。 把火罐其实是可以通气的。 按照中医的说法,有一些人体内可能,有很多的湿气和寒气,如果排不出来,就有可能会引发一些病症。 这个时候把火罐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能够通过皮肤,使身体中的湿气和寒气渗透出来,让人精神倍增。 另外,把火罐还可以刺激全身的穴位,使得全神气血通畅,具有不错的强身健体的功效。 而且,人体的各个穴位,其实和五脏六腑也是相连的。 利用把火罐对穴位的刺激一门条理体内的各个器官,可以让身体变得更好。 把火罐还对某一些骨壳疾病具有一定的好处,或许有的人患上了风湿之类的疾病。 这个通过把罐就能起到很好的疗效,利用把罐把体内的湿气排出体外,这样关节就不会有疼痛的感觉了。 而且把火罐对于腰间盘突出,也有着一定的功效。 长期坚持把罐的话是能够缓解腰间盘突出的情况的。 把火罐虽然不像现在网络上所流传的那么神奇,但是的确有着它独大的好处。 所以如果本身对把罐是有需求的,定期的去把以下火罐对身体健康还是很好的,但最好还是到正规中进行,以免发生意外。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